来看各报的封面头条 新海峡时报聚焦的是 第二财长纳杜斯里·阿米尔汗扎宣布 柴油价格从今天开始随市场自由浮动 去补贴后的初始零售价格是每公升三令吉三十五仙 三万名低收入的柴油车主 今天也会收到每个月两百令吉的柴油补贴 分析认为有了柴油卡和新的补贴机制 必需品不应该趁机涨价 美日新闻封面除了关心柴油之外 也关注大米 辅助米商工会建议政府将本地百米的底价 从每公斤两令吉六十仙 调涨二十五仙到两令吉八十五仙 也就是一袋十公斤装的大米是二十八令吉五十仙 好让批乏商有喘息的空间 并且认为新的价格不会让消费者承压 还有助于减缓本地百米的供应问题 南洋商报方面 其中一则封面新闻和今天端午节有关 说的就是中国电商平台出现了天价的粽子 六颗粽子竟然要价八千多人民币 折合码币五千四百令吉左右 而且还被抢购一空 天价粽子礼盒除了是主打限量和精美 更使用了高级的食材 例如鲍鱼 海参 花椒等等 一颗粽子的重量大约五百克 当中国消费者大手笔抢购天价粽子的同时 本地业者在关心的是和国人日常必不可缺的鸡蛋 本地主要零售商就促请政府趁着当前最佳时机 取消鸡蛋的价格管制措施 因为鸡蛋的供应已经是渐渐恢复稳定 卖定默默控股的董事经理纳都阿米尔指出 A级鸡蛋的顶价是一颗四十五仙 B级是四十三仙 C级则是四十一仙 而政府补贴的每颗鸡蛋是十仙 然而不享有补贴的优质欧米加鸡蛋 一颗售价五十到五十三仙 这意味着普通鸡蛋和优质鸡蛋的价格相近 随着供应趋稳 家勤业也开始从众受益 因此政府应该取消2021年12月 开始落实的管控措施 不过秦畜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李润耀认为 目前鸡蛋供应一天是超过两千万颗 但是如果和2019年相比的话 还是少了15% 虽然农民从每一颗鸡蛋赚取两仙到三仙的利润 但是农场还是得承担饲料 笼子 维护等等开销 还要承担不合格鸡蛋的损失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来看这一则报道 睽違四年 拉尼纳现象卷土重来 预计在下个月就是7月份到9月之间登陆我国 降雨量预计将会增加 特别是在年底 一旦东北季后风从11月开始夹击 半岛东海岸的降雨量就要特别的注意 气象局总监莫哈默·希尔米解释 拉尼纳一般停留5到18个月 到了年底就会进入高峰期并持续到明年初 根据国际气象的预测 这次的拉尼纳的强度处于弱势和中等之间 不过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 我国还是得提高景气 气象局也预测 当西太平洋热带风暴碰上拉尼纳 热带风暴将会变得更加的强劲 到时候沙巴的西海岸和沙拉越北部的气候 将会变得潮湿 说到这里 今天全国大部分周暑也会迎来比较潮湿的天气 当中就包括马六甲还有霹雳的沿海地区 半岛东海岸三个直辖区和沙拉越 则是预料迎来阳光普照的早晨 根据气象局过了午后 雷雨预料席卷东马和半岛大部分周暑 在吉打吉兰丹登加楼如佛和沙巴 雨水集中在内陆地带 霹雳方面 雨声会从沿海移向内陆的局部地区 但相比其他周暑雨势会比较小 入夜之后 雷雨的预报范围大幅的收窄 但是半岛东海岸还是没能摆脱潮湿的天气 但周和登州内陆以及彭亨的居民 都要注意雷雨的到来 沙巴内陆同样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 而纳敏和沙拉越的局部地区 譬如梅里 斯里阿曼 云都鲁 西屋等雨势会比较弱 敏4个月 云都鲁 西屋等雨势会比较弱